大熊平民自曝,招惹胖虎,巴不得胖虎把他给刀了 而每次胖虎追上大熊时,大熊都会原地消失 而现场,每次都会留下神秘的红色圆圈 这到底是何方妖力呢? 电视剧中,一位主公在兵力城下时 从密道逃走的情节对大熊来说还真是活久见 以至于他和蓝胖子都没注意到更可怕的老妈 逃回房间,大熊深刻地感受到了密道的重要性 这时,蓝胖子拿出一只红笔 在壁橱上表演徒手画圆 赶在老妈破门而入之前,把大熊推进了园里 随后自己也躲了进去,成功逃过一劫 这笔可神奇了,鞋子都给你自动穿上 相对的,屋外造的密道就会回到家里 大熊一把抢过笔,敷衍地答应了 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之后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开溜了 还故意往自己身上拉仇恨 银妈出动后躲进了厕所里 老妈本以为这是瘟中捉鞭,手道勤来 谁知大熊镜人间蒸发 连马桶里都不见人影 大熊在街上没走几步就遇到了胖虎 可胖虎今天心情格外的好 健壮,大熊故意不给胖虎好脸色看 说迟迟,那时快 胖虎瞬间翻脸 大熊乐呵呵地跑到别人家的院子里 画好了密道 自溜一下,空降到了房间里 和正在搭,多米诺骨牌的蓝胖子 来了个屁股对对碰 蓝胖子的心血毁晕一旦 大熊还跟没事人一样 打算继续去挑胖虎的脸 至于说好的,只在紧急情况时使用 大熊表示,没人能比我更懂紧急 胖虎这会儿还在气头上 是要将大熊打成四起丸子不可 话音刚落 他就被凭空出现的大熊调戏了 身为良家富男 胖虎如何甘心受辱 然而,追到空地后 大熊再一次通过密道逃回了家里 并且如法炮制 吸耍了胖虎数次 蓝胖子的多米诺骨牌 自然也失败了一次又一次 更令他心碎的是 防住了大熊 却防不住自己的尾巴 蓝胖子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了泡影 铜锣烧是蓝胖子最后的念想了 可大熊就连这最后一点希望都不给他留 这一刻 蓝胖子和大熊的友情破裂了 把所有事都告诉了老妈 二人决定守住大熊 但这时 大熊却已经金盆洗手了 比起胖虎 去找老婆玩不香吗 这时 先前追大熊追到死胡同里的胖虎 经小夫一番点拨后 恍然大悟 两人发现了大熊的密道 准备给大熊下点猛料 这个密道不仅人能通过 物品也能过去 找到蓝胖子脑壳上的棒球就是个例子 你扔筒来 我丢蛋 胖夫双双 泡垃圾 淹没老妈和蓝胖子的 不仅有垃圾 还有空降的老人 甚至 还有一棵大树 忙着把妹的大熊 对发生在自家的惨案浑然不绝 相比于就知道做死的大熊 京香知道了 密道圆珠笔后 出手就是做好事 让迷路的小朋友 通过密道回到了家里 住人为了后 大熊神清气爽 准备回家当干犯人 可自己房间中 捅出来的树是咋回事 而进到房间后 所见的景象 则更是让大熊在风中凌乱 这是干啥子嘛 胖虎和小夫 只是往密道里丢了些垃圾 可大熊家却又是海水 又是人群的 小伙伴们知道这是如何做到的吗 评论区告诉我吧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又到了年底喜剧迎新 去年机器猫都知道大扫除 起来大熊就忙着溜弯 来猫的身着围裙杀道 可大熊有福同享 有活你干的架势 差点让蓝胖子焚头蹦跌 招选择直接拖走 所以年底扫除 就是要扫掉污秽迎接新年 可大熊却对这种好兆头 嗤之以鼻 不干活光看漫画 它不香吧 可大熊的小算盘 却被老麦的大招彻底击败了 不扫除等于没有压碎钱 在这种虎狼之词面前 谁还能躺平看漫画 毕竟大熊只想干活 并不是为了压碎钱 看着大熊活还没干 又被玩具吸引 蓝胖子彻底爆发了 可哪个孩子能抵抗住 玩具的诱惑呢 蓝胖子正好拿出 驱赶杂念帽子 想用它来驱除 勾引小孩子的那些杂念 另一帽一扣 杂念瞬间实体化 吃喝玩乐 为家躺赢人生 不愧是咱熊哥 杂念形成一口钟 蓝胖子小垂四时 随着钟的破碎 大熊心中再无杂念 干起活来 它速度比超人都快 半岁随着蓝胖子的姻母笑 大扫除瞬间完成 大熊之所以成为最快的男人 是因为心无杂念 这跟除夕的敲钟一样 而除夕的钟声 一共会敲响108下 这代表了人类心中 杂念的数量 此时老妈潜了茶岗 看到全场哺铃哺铃 老妈不仅在大熊腰功前 堵住了她的嘴 还掏出了袋子 让她当个跑腿工具人 拿着袋子 踏上买买买之路 可仅仅是看了一眼 购物清单 就被旁边的跑车吸引 在熊哥虽然没钱 但不耽误她常想当个老司机 接着在跑到橱窗前 那一裤外穿其实也挺帅 尤其是在妹子面前 说不定能被好莱坞导演相中 成为下个小李子也说不定 可这么美的梦 男人帽子不仅不帮忙 反而落了锤 新款跑车小夫必须拥有 而且还要不经意地展示一番 毕竟小夫可是走在 时代最前端的男人 可胖虎也有个梦想 那就是其中小夫 共同走在时代最前端 显然小夫不想同意 看着胖虎又大白天打结 只好绿帽上头 起了胖虎的杂念 就是绝不独占 蓝胖子这一锤子下去 胖虎彻底误了 重乐乐不如独乐乐 胖虎决定永久借走 蓝胖子虽然好心出手 却成了胖虎的帮凶 胖虎不愧是小镇土皇帝 大熊想继续购物 又被甜点拽住了脚 蓝胖子只好一锤接一锤 锤一锤够八十 这次让大熊顺利买完年货 现在就差抽奖了 年末抽奖的头奖 可是东京UFO乐园双人票 一说到双人一日游 那又不是王子骑着白马 从困境中解救公主 从而得到公主芳心 小学生真会玩 蓝胖子只好再下一锤 起了大熊今天手气爆棚 直接拿走头等大奖 既然约会的成本有了 那镜香也是手到勤来 蓝胖子都无语了 但大熊PDRPDR找到镜香 就要来场二人约会 可镜香不简单 已经被这大熊跟学霸去过了 两人天造地设 狼才女貌 天作之河天生一对 最后还不忘补一句 抱歉 不忘了你也想约镜香一起去的 镜香虽然送了礼物 可大熊的心情就如帽子一样绿 嫉妒可以让一个人怨念实体化 大熊的怨念直冲天际 小手握小手 吸管喝冷饮 亚洲醋王明大熊 最后这一只画面 让蓝胖子都无语了 蓝胖子会五大锤 就是一锤八十 大熊本就够惨了 虎范儿人还有此时来打结 去连镜香给的礼物也不放过 这下大熊彻底喷发了 虎范儿人潇洒地走出两步 头点就惊现剧终 蓝胖子只能不停地 小锤四十大锤八十 这次化解了一次危机 大熊也终于学会了心无杂念的方法 那就是啥都不想 尽管睡就对了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这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小学生 绿色的帽子说戴就戴 古有武松打虎 竟有大熊打狮 可为何这么勇猛的大熊 就要在狮子面前往自己身上涂调味料呢 大熊和蓝胖子在空地上捡到个箱子 本因为开箱爆成桩 却出了一只神丑 胖虎养的舔狗酷哥 胖虎一看 大熊把他牵回来了 气得直接关门送客 让大熊自己捡到的自己负责 虽然大熊总是被酷哥欺负 但狗狗是人类的朋友 怎能放任不管 蓝胖子想用替换帽子 把酷哥训练成一条厉害的狗狗 也不管命令帽子有多虑 就往大熊头上扣 然后给酷哥戴上了服从帽子 明明是听话帽子 却让大熊玩成了杂耍帽子 气得酷哥直接张口说人话 原来胖虎越让他学猫叫 越让他跳舞 这简直就是对他狗哥的践踏 而且平时吃的也不好 也不陪他玩 可对于狗狗来说 认主了那就是一生的事情 作为猫科动物的蓝胖子 听得相当戏份 拉着酷哥就要摩拳霍霍向胖虎 这下听话帽子就落入了大熊之手 小猫小狗之类的 只能配得上他也比海皇的名号呢 巧的是空地上 竟然真的如他所愿 出现了一头狮子 大熊吓得撒鸭子就跑 还去问小伙伴 最近动物园的伙食是不是不太好 得到了否定答案的大熊 又回到空地 刚才果然是自己的幻觉 可刚松一口气 狮子就跃起40米 眼看大熊就要成为午餐肉 服从帽子却扣在了狮子头上 这下大熊可威武了 不仅是个合格的叙手师 还是世界上唯一徒手打倒狮子的小学生 可小伙伴们却一直认为 狮子有演戏的成分 纷纷离开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帽子既然掉了 大熊也觉得绿帽子不能老戴 反手就扣在了狮子头上 这下狮子成了发号施令之人 大熊只能乖乖地带他去自己家 大熊本以为老妈能帮他一把 可摘了眼镜的老妈 根本就是三米开外人畜不分 在他眼里 狮子就是个毛发旺盛的猛男罢了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蓝胖子了 眼看他欠着酷哥到了家门口 可爱没进门就又走了 留下大熊和鸡肠鹿鹿的狮子 共处一室 大熊在冰箱里翻肉时 被老妈抓了个现行 儿子的命难道就不如一块肉吗 虽然冰箱已经被掏空了 但这些还不够给狮子塞牙缝的 看着光滑细嫩的大腿肉 紧致红润的脸颊肉 不就是食物的最佳人选吗 在替换帽子的作用下 大熊只能先把自己洗干净去腥 脱光光之后 给自己调味 眼看大熊即将命丧血盆大口 狮子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他嘴还挺刁的 没番茄酱人家可吃不下呢 家里正好没有番茄酱 大熊只好去买了一大包 准备用来涂身体 回家路上遇到了 你的就是我的的胖虎 帽子被抢走 直接扣在了自己头上 眼看胖虎要代替自己成为午餐肉 大熊扑倒胖虎 让帽子掉了下来 狮子再次出现 皮脏肉厚的胖虎 显然更符合他的口味 胖虎只能大声呼救 没想到第一个冲上去的 竟然是酷哥 即使体型差距很大 即使被拍飞 即使有被吃掉的可能 但为了主人 狗狗什么都可以做 关键时刻 男胖子一发缩小灯 让大狮子变成了小猫咪 而胖虎也终于回心转意 背着胖虎回家了 小伙伴们家里 是否也有养宠物呢 都养的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